網購狂透支血拼,喝農藥自殺不遂 文警說的是重慶市的女孩子陳晨 她更喜歡玩網購,每年至少花幾萬元 常常因為這樣和老公吵 陳晨打算什麼人,怎知又受不住誘惑 越買越多,整個屋都是她的戰利品 她很怕被老公罵,寫了封圍書 喝了兩瓶農藥自殺 鄰居聞到沒有,馬上報警 幸好陳晨給時送院搶救,現在已經脫離危險期 看來她以後都不敢亂賣東西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